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已经讲好了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说 六因之中 一手因 片行因 这些都是一定要搞清楚 原因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平常讲的就是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等等这种的说法 对不对 但是我们平常听到的都是 一直不断地听这些的话的时候 其实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了一种概念 就像是一个龙普的说法 没有那么缺缺的一个抓不住一个重点 这是一个学习的问题 所以我们六因当中的片行因 或者是一个一手因的时候 你看我们之前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就是 片行因是什么样子才叫做片行因 片行因本身是一个烦恼 对不对 三地的 比如说欲界的烦恼 或者色界的烦恼 无色界的烦恼等等 那它本身是一个烦恼 它自己所产生的结果也是 同一地的烦恼 比如说欲界的烦恼的话 它所产生的烦恼也是欲界的烦恼 这是很明显的 比如说我们决定来讲 我情绪定落的时候 不舒服的时候 就会产生傲慢 还有就是恥心 愚恥 再来嫉妒或者是称慧 这些都是容易产生的 那由于前面的欲界的烦恼 任何一种欲界的烦恼 它导致引起了其他同地的欲界的烦恼 产生了 所以前面的那种欲界的烦恼 就是算是一个偏心因 知道吧 对 偏心因就是这个 那我们色界的烦恼的话也是如此的 色界没有称慧 但是色界也有 就是贪 称 吃 疑等等都有 那由于前面的等等这些的贪心也好 它所引起的色界的其他的烦恼的时候 那前面的这个算是一个也是偏心因 大概知道吧 这样就了解就可以了 那我们最重点在哪里 最重点就是这个 比如说一手因 这是确实我们大家都一定要好好地去讨论一下 能够探讨一下 知道吧 一手因 为什么我们就是一定要搞清楚一手因的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平常讲 上与上报 偶有偶报的这个话的内容渲染开来 详细地解释的时候 它的重点存在于这个上面 上 偶的因素上面 那所以我们现在仗在就是小布牌 知道吧 记布 经布跟有布他们的立场来去解读 或者是解释的时候 他们编略出来的一手因是什么样子的才叫做一手因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定义当中出现的 原来是他们说 有乐的善 恶任意叫做一手因 你看 有乐的善或者是恶任意就是叫做一手因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一种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 学舍类学就是它的理论患耀 它有道理的 其实我们的脑子也好 我们的思想也好 有一点顿顿的 知道吧 没有什么灵活的 我们思想就是没办法开了那么大的字 对 就是这个 那我们偷游这样的教学研究的时候 我们发觉到的是什么 比如说事实的情况 我们认为的我们思想就是完全是被导致的 不一样的 事实的情况跟我们的认知上的 这些的情况是完全连满似的 这样的话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我们的认知上面 不在于其他的发生密码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手因就是 为什么这样有漏的上跟恶 对 小布派他们 为什么这么程序 他们就是说不讲就是上恶 他们一定要特地讲有漏的上 恶任意 为什么 那以中观的话 他们完全不讲有漏的上 他们就是上恶任何的结果 由于上恶任何的任意的结果都是 任何的结果都是叫做一个易所果 知道吧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的这么专业的身 于义 释迦牟尼佛具有的三十二相 八十水好 都是一手果 那他是一手果的话 他的一手因是什么 当然是 经过了三大二十一期间 累积起来的 福慧恶之俩就是他的结因 那你看这样的无漏的善也 也是算是一个易手因 知道吧 那小步派就是一定要排除了无漏的 无漏就是不可以说他是易手因 他的易手因极限于偷生三界的因素三年 你看他也在这儿 知道吧 那很好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去学习的时候 你看比如说 善有善报而有而报 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善有 有漏的善跟无漏的善两种 知道吧 他有漏的善的原因在哪里 得一定要讲清楚 那当然是一般我们就是说 我举例来讲 妈妈跟女儿的话是不是因果的关系 是吧 那我们概念当中 妈妈跟女儿是因果的关系 我们就是这样讲 再也没有去详细的讲的话 我们还是有这个细节的部分 我们没办法去分析的 那妈妈跟女儿是因果的关系的话 这是妈妈在哪里 知道吧 这是妈妈就骗语 那个完全就是涵盖了所有的妈妈 知道吧 存在于所有的妈妈的身份上 不是说局限于几个妈妈的身上 没有嘛 所以一般一开始讲说 妈妈就是我们的小子女的因 因由于她我们生出来的 知道吧 我们说到妈妈的柔意 就是天下的所有的子女都是生出来的 那我们个人就是详细的去里面去研究的时候 虽然妈妈也是可以说是我的因 但是我所谓的我的因的妈妈就是我自己是那个能生的妈妈 不是说所有的妈妈 你的妈妈不是我的因 知道吧 她的妈妈也是不是我的因 虽然妈妈女儿是一个概括的一个 所以一开始讲到就是佛法引导你 教育就是引导你 让你概念上中了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干嘛 长了以后再去详细的去研究的时候 大概就是类似这样子 那你看追格就底的时候 妈妈女儿是因果的关系 这个说法就是对啊 所以我的妈妈是我的因 我依靠她而生的 知道吧 那这样的详细 所以分析的话 那就是你理解得越来越清楚 那你看同样的 善 有落的善跟恶是一手因的时候 类似如此一般的 你看妈妈跟女儿因果的关系 类似这样 那你再也没有去详细的去探讨的时候 你永远脑子里面就是一手果一手因 就是因果的关系 除了这个之外 你也想不到其他的东西 知道吧 比如说我举例里来讲 我们没有那么确定了解 我们没有那么确定了解 因果的关系 或者是一手因跟一手果的 了解没有透彻的征兆是什么 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真的我们就是这里 房子着火了 谁都不敢进去 知道吧 逃出来 毫不犹豫的就是逃出来 知道吧 极其意义的就是逃出来 原因是什么 你待在房子里面的话 肯定会被火推死了 烧死了 对不对 你相信吗 非常相信 我如果待在这里的话 着火的时候 我肯定会被烧死了 我马上就赶快逃跑 这是不如质疑的 那你 我们就是平常我们口头上讲 善有善报 知道吧 恶有恶报 你不要造恶业 那这个 你就是自己把自己 推到火口里面一样的时候 还是我们 虽然嘴巴上你承认 但是心里没有那么确定的了解 所以还是我们平常 伤害 伤害别人 还有就是 生人家的气 激动别人 知道吧 等等这些都是 自自然而求 我们控制不住 就是出现了 那你真正的了解的一个人的话 这个是好可怕的 知道吧 我伤害任何一个众生 这个代价是非常的残忍的 由我来承担 这是我承担不起的 所以就像我就是不敢跳河 我不敢跳那个跳河坑 不然的话我就三米了 你这么详细 另外一边就是不太容易详细的症状就是这个 知道吧 所以学习就是有一点点 我们得不到一个真正有就是强有力的对峙 所以原因就是大概就是我们了解的没有那么透彻的 对 所以你了解不透彻的时候 产生以心的机会比较多的 以心的机会比较多的时候 你相信的程度不够的时候 就容易放水了 知道吧 重点的地方就是 酸的类似这种行为就出现了 知道吧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去推理 那一手阴的话 你看 造恶业的话更不用说它是一手阴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 杀非常恶意的行为去 杀害任何一个生命者的话 当下就是你心里呈现了 形成了一个恶业 知道吧 这个恶业就是恶是心所 它是业的 本身是是心所 它是一个属于是心所的部分 心法 业是心法的部分 它一刹那跑出来 你强烈的陷器 想要伤害对方的这个强烈的心 那个心强烈的陷器的当下 你造了这个业 恶业 知道吧 一刹那间产生了恶业的时候 它第二刹那就成为变成为种子 这叫做我们平常讲 造业的业的种子 恶业的种子 就当然是将来就会产生恶的结果 它不是说你造恶业之后 永远都是这个业是不变化性的 待在你的相续当中不可能的 造业就是 马上就变成种子 是比较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顺序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种了一个花 花的荷苗或者幼苗 当下就是花还没有出现了 它没有成熟的过程 叶子也好 或者它的枝干也好 它的就是慢慢形成了 它成熟的时候开花 开始开花的时候 还是它没有形成 将能产生另外一种花的能力 种子还没有形成的 花枯萎了 它一流下来 慢慢成熟的一个种子一流下来的 这个种子也是 不是我们也是入眼看得到的 其实我们一粒一粒的 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形状者的一个 就是种子 但是它也入眼看得到的 绝不是一个种子 佛教所谓的种子就是 它这个一粒一粒当中 具足了将能产生其他的花 或者其他的树 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叫做一个种子 它有没有这个里面具备了 有没有完整的一个 形成的一个能力 能力的话 它就是前面种了一个种子 它带来后面有更多的种子 知道吧 一模一样的 就像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你想想尽办法 所以莫须有的罪来就是陷害别人的时候 那当下你心里就强烈地陷入一个恶心 知道吧 恶的心所 动机 当下你造了恶业 这个恶业就是定要刹那变成为种子 那已经形成了种子了 这个种子还有将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成熟 它将来产生的这种的结果叫做一个一手果 知道吧 一手果就是这个 那我们就是恶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有些人这些当中 生命短缺 知道吧 一生下来就去世了 有些人怀态的时候就去世了 有些人一两年生下来 一两年就会死亡了 有些人差不多三圣 每一个人预计的每一个人的生命 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跟我们惋惜所累积的自己个人的业 就是有关心的 知道吧 那佛头讲的 不思得才知见安乐 其实这个也是道理都是相通的 知道吧 那所以我们就是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有些人今生当中 几乎都不得病了 生命很长 知道吧 我们同样的吃同样的食物 喝同样的水 身在于同样的地方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生命这么短 有些人的生命那么长 这个个人惋惜所累积的业有关系吗 知道吧 主要的主因就是跟主因有关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我刚才前面讲的 想要伤害对方 如果你真正的一个砍了一个人家的头 知道吧 那这个业是很重的 知道吧 下一辈子也许你的有生之年 它的结果成熟到你的身上 如果你下一辈子生命很短 这个跟下一辈子 你就是杀了人家 对不对 杀了人家 这样的一个重罪的一个业的种子 它的成熟后 后世的时候 你就变成生命断绝了 类是这样 那所以各种各样的恶业 有带来各种各样的恶果 这个是确定是这样子 那有乐的善业的话 我跟你们讲 有乐的善业是什么 比如现在我们就是举个例子来讲 现在我们就是顶礼 布施 执戒 忍辱 精进 成定 不管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三界之中的所有的反复 都是几乎的 你虽然是做善行 但是这个里面一定有沾染到一些的污垢 烦恼的污垢 知道吧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应该是我就是供了一千盏灯 希望能够我自己得到一些的顺利 我自己就是家里平衡无事 我今天就是一定要赚很多钱 我今天就是坚且尴尴地过生活 类似这样的 你看 就由烦恼来沾染 知道吧 虽然是你行为就是善行 但是这个里面又加了一个 给个人利益的其善 独善其切之士的想法 夹在 藏在这个善面的时候 它就是被污染到了 这个意义就是说 虽然是善的 但是你就污染到这个善 就变成为污垢的善 知道吧 那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你看 三界之中所有的众生的流转炉黑的 根本就是一个我执 我执本身是一个烦恼 那你做任何善行的时候 由他来引导的 知道吧 什么呢 我举例来讲 我们的显现 我们的认知上 都是一个实有的 比如说中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自信有的角度 是想去布施吃戒忍肉 那你看 由善息受到了我执的影响 就变成为污垢的 善息就变成一个污染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就是很透明的玻璃 擦干净了以后 等一下风吹过来的污垢 等一下又就是昏尘 就是一个 又就是这个透明的玻璃 就是有点沾染到污垢了 那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三界之中 反复不能累积到无漏的善灯 确实重点 就是我们不能确定通道无我 没有通道无我的智慧跟见解 知道吧 那所以我们就是由烦恼无明来控制我们 一方面我们方便的方便来讲 我们做一些的善行 没有错 有漏的善也是很好的 一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由无明我直来引导我们做 任何行善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是收到它的污染 那你的善息就变成 善业就变成为有漏的善 那你看这个很明确的 比如说我们往心所累积 投身人道的业 导致我们投身于这个人间 知道吧 那你今生当中你看你得到了人生也是不错的 非常好的 这个得人生是一个善的结果 知道吧 不然你多入恶去还好 但是你人生当中还是有 就是人生不容易的是那个什么八九事吧 类似我们平常可多算讲的类似这样的发生 你看从早上到从小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看个人的身上就知道了 今天我就是身体健康还好 但是我的家人又有问题了 我家人健康我自己身上就是临到自己 又就是不好不好 反正就是龙黑当中一直从小到现在为止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一个局面之中 就是一直流转 这都是一个一半就是你得到人生是不容易的 这是善的结果 得到人生也是还是得了很多的病 过得也不怎么样 情绪也是不太好的 这些都是这个里面 产杂在一起的这个污垢的结果 就这样的理解的话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还是有就是那个一手国一手阴的意识 有一点的力气了 知道吧 这样的详细的去思维的话 其实更好的 不然的话我们从头到尾讲 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知道吧 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恰有力的对质 对 大概就这样的理解就好了 好 那所以呢 经部歌有恶他们强调的一手阴必须要是有恶的善跟恶任何一种 那中观一上的话他们不强调说有恶的善 善也好恶也好都是一手阴 知道吧 由于善恶导致所产生的结果都是叫做一个一手国 历史就是我刚才讲的 佛陀的专业的身与意都是一个一手国 知道吧 这是大论点当中也是提到的 我们这么认地就可以了 没什么大问题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个阶段讲的就是 就是说缘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分析一下 比如说因缘合合而成 知道吧 我们必须在口头上讲因缘合合而成 那因跟缘有什么差别 没有差别完全没有差距的话 为什么加了一个因缘呢 有差距的话差距是什么 差在哪里 你看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知道吧 那所以就是这个是我刚才一开始我跟你们讲的 就是妈妈跟女儿的关系类似这样 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每个法上面去研究 这应该的 因缘的话一般来讲 因缘的话没有差别的 知道吧 互相做片的 相互做片的 因的话一定是缘 缘的话一定是缘因 因知道吧 一开始要有这个概念 如果你的概念当中 因缘有差别 一定有差别 那差别是什么 不是相互做片吗 不是相互做片的话 你一定要找一个例子 知道吧 例子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因又不是缘 或者是又是缘又不是因 有没有找到这个东西 绝对找不到的 知道吧 比如说找不到的原因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两花种子 两花的种子 就像两花的种子 两花的种子是不是因 是吧 好 两花种子是不是缘 也可以说是缘 原因在哪里 它相对的结果 知道吧 它相对的结果不同 所以它取了两个名字 除了这个之外 因跟缘之间没有什么差距的 那我们就是相对一个结果来 去判断的话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我们得病 知道吧 生病的时候 我们的病也是结果的 它又是因的 知道吧 这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了 但是我们所得到的 所身上的得病的这个疾病的话 疾病是一个结果又是因 它一的原因是什么 它还是没有继续治疗的话 它还是会产生带来后面的疾病 后面疾病的因素 它相对其他的疾病的因素 也算是它是一个疾病 因素 知道吧 那为什么叫它是结果呢 由于你吃错了 食物中毒了 也许你就是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得了一个病的时候 它一定有前提 一定有完整的一个因素存在 知道吧 就像打疫苗一样的 打疫苗发烧 非常不发烧 打疫苗就发烧血塞 各种的问题就出来了 这个由于打疫苗的关系 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知道吧 那不打疫苗又不行了 那所以我们就是 平常一个业语翻眼说 手上吃着还是手碳了 放手也是打破了 那怎么办呢 知道吧 类似这种的 确实一般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因跟原一定要分析 第一个概念就是 一般来讲 因跟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你根本找不到了 差距找不到了 任何的人 不只是我们 任何的人 不管是谁佛也好 菩萨也好 连他们都找不到的话 何况是我们 一般来讲 原跟因是一样的 但是相对一个人 一个结果来讲的话 有差别的 知道吧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的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但是我们的走因 就是我们自己的前序 知道吧 从五十年来到现在延续下来的 这个 我们自己的前序 前序就是我们的主要的因素 那 由业来转变你的头身 业跟烦恼其他的 这些都是一个缘 居身住缘 所以你的叙流就有点就是不断的出来没有中错过了 将来到佛地之间也不会中错的 这样的延续下来的过程 他为什么有的时候偷生人道 有的时候偷生天道 知道吧 中间由于不同的因素来 那个业 偷生的业 业与烦恼来 把你的偷生之处就转变了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居身住院 那一个大树来讲的话 大树的种子是大树的主要的因素 知道吧 产生树瓶 产生树叶 产生树枝 这些的因素就是叫做它 相对这个树来讲的话 产生树叶 产生树叶 比如说我们图染 水 阳光 这些都是相对一个树来讲的话 产生树的产生树叶 主要的因素是种子 那你看因缘合合 就是因缘不合的话 有了种子也不会生的 不会产生的 那只有缘没有组因的话 也又不会生的 不会产生的 那你看因缘具足才可以旺盛 旺盛的 知道吧 就像是我们今天当中吃三餐饭一样的 虽然你就是投身在这个人间 那你已经得到了就是人生过 但是你个子这么高的一个个子 大的个子是从哪来的 大概大概就是你祖因就是已经变成文人 但是由于很多的巨生树叶来培养出来的 知道吧 吃喝睡类似这样的巨生树叶 就是你人生就是圆满了 知道吧 要有这种的概念 好 那我们就是一样的所有的生者或者是变化性 因果的关系都是同样的一个规律 知道吧 这样子知道的话你就是分析这本家明确的 没有这样的话我们从头到尾讲 一样善由善报 知道吧 种痘得痘 种瓜得瓜 类似这样的 我们平常口都是要讲的类似这样的 对不对 其实这个你还是没有分析到真实的一个重点的关键上面 就是我们一定要这样的分析的话 你才能理解 原来是 圆跟阴是相对一个结果来讲有差别的 一般来讲的话阴跟阴是没有差别的 知道吧 相对的结果不同 所以它去了一个两种的名称 一个是圆 一个是阴 要有这样 这是很好的 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 那再来这里讲 第二 刻拍 甲语言分为 第一个是讲信项 对 它的定义 第二个是分类 那信项是什么呢 能为自主 为圆的形象 你看 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到的 它作圆就是 居身作圆 圆就是本身是一个能为自主的话 能为自主是饶益到结果者 饶益结果者的话它是因嘛 那有什么区别没有啊 哇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看它的能为自主 为圆的形象 好 这是你们不要忘记了 那分为 那分为因圆 所圆圆 真上圆 等五间圆 那这个是一定要背下来 可以很好的 这个是不同的结果 它的因素上来 圆上来讲的话 一定有不同的嘛 知道吧 那分类分为几种呢 第一个因圆 叫所圆圆 第三 真上圆 第四 等五千圆 就是这个 四圆 那第一个因圆与圆是同意的 你看这里讲 那你看因跟圆是同意的意思 因圆也可以 因跟圆这两个是没什么差别的 那我们大家都想一想看 有没有差别 绝对没有差别 如果你有察觉的话 一定要找出一个例子 这个是因圆 它不是一个圆 又是它是圆 不是一个因圆 你找到吗 绝对没有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在试炼的第一批当中 反正讲一个例子 这是非常好的 他说一块糖果 你嘴里的一块糖果里面 天的部分 知道吧 颜色的部分 自味的部分 都有 知道吧 一颗糖果都有具备了 知道吧 它有具备了颜色 颜色 形状 自味 香味 都有 好 那一颗糖果当中的 像 自味的话 它后面的 第二刹那的 一颗 嘴里的一颗糖果的 颜色的具现助缘 不是主因 一颗糖果里面的 第一刹那结的 所以它的颜色 是它 第二刹那的颜色的 主要的因素 进取因 知道吧 你看进取原因是什么 第一刹那糖果的颜色 变成为第二刹那糖果的颜色 它完全整个变成为 第二刹那糖果的颜色 这个是更不用说 所以它就是主要的因素 进取因 但是第二刹那糖果里面的 天度 还有它的自味 这些都是第二刹那糖果颜色的 居生助缘 不是它的进取因 他做这样的分行的 这是我们确定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 不需要讲糖果 我们自己身上来讲的话 也是可以的 知道吧 以我们个人的例子来讲的话 早上的我 我的情绪 是我的主要的因素 它整个完全变成为 就是现在的我 所以它是我的进取因 我是它的进取果 知道吧 但是早上我的颜色 我的形状 知道吧 都是我现在的居生助缘 不是我的主要的因素 如果你早上的你的颜色跟形状 是一个现在的你的进取因 主要的因素的话 它你的颜色跟你的形状就变成为 你现在的你吗 不可能的 它只是变成为现在你的颜色跟形状而已 它不是变成为你 你跟你的形状跟颜色差太大了 你的形状跟颜色是色法 你是不像异形 知道吧 那你看我们一颗坛果里面的一个色相位处的话 我举例来讲 色的话也是所闻尽的 它里面香的话 自味的话 使是才能领受到的 知道吧 它的形色跟颜色的话 只有颜色可以看得到的 这样的分心的时候 绝然不同 那你看我们就是没有这种的一个分析的概念 所以我们平常我们智慧顿顿的原因就是这个 知道吧 现代的科学也好 哲学也好 它们的思想概念灵活 它们判断的比较准确的 大家相信它们的原因是什么 它们科学本身就是这样的 科学是什么 实际的情况 就为了探讨分析 追求实际的清化的 这个知识就是叫做一个科学的知识 知道吧 那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这个谈到的就是 都是一样的 这样子去理解的 知道吧 所以一般来讲 因缘跟俱生作业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相对一个结果来讲的话 有差别的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分得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说 一根缘有什么区别呢 完全没有区别 如果你区别的话 一定要找个理由 你就不可以说 嘴巴说就算了 知道吧 说到就是一定要算数吧 那你差别的话 那就找什么理由来告诉我说 这个是缘不是因找到了吗 没有的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 任何的刹那变化性 都有将产生 将能产生自己结果的一个能力存在的 那相对将自己的结果来讲 你自己是因 知道吧 所以一般来讲没有什么区别的 好 那我们就慢慢讲 这里下面看一下 因缘与缘是同意的 这个代表是因跟缘是一般来讲没有什么区别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再来所缘缘 那所缘缘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所缘缘只有心法才有的 其实我们这个翻译太多了 那个 心事啊 心法啊 还有这个 其实这个还是有点麻烦的事情 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心法的话还是还好 包含了心所希望两个都心法当中 如果心事的时候 你看事就是 一事 也要必须是六事的事 那我们就是 大陆来讲 他说心事 我们在这里念也就是心事 事生嘛 那心事也好 心事也好 那心事的时候 也许他听到了就是 也希望 心网叫做一个识 用这个识 古代的翻译 那心法的话 它就包含了心所跟心网 两个当中 两个都包含在这当中 还是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的 那所缘缘的部分的话 心法才有的 知道吧 所缘缘 所缘就是一个重用名词 所缘缘加了一个缘的时候 第二个缘是聚身助缘的意思 知道吧 第一个所缘的话 任何心法所看到的对境的意思 那第二个缘的意思说 它不仅仅是他所看到的对境 他也饶意到这个心 知道吧 饶意到这个心 所以所缘缘的意思就是这个 好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告诉大家 这样的话你们学的比较好 知道吧 那所缘缘我们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这种的 我们现在就是眼睛一张开的时候 看到的都 看到的 比如说你看到的兰花 美丽的花朵 当下就是你的眼色的所缘缘是什么 所缘就是这个花就是你的所缘 你一看到这个花的时候 它让你产生了一种 显现花朵的一个眼色就出现了 知道吧 所以它就是一个 所缘缘就是一个 你看到它 你收到它的饶意 它是一个红色的话 你的眼色就是显现红色的一个 眼色就会产生了 那显现红色的一个眼色产生的 主要的 由谁来自助的 这个花 红色的花来自助你 你的眼色便成为显现红色的花的一个 眼色了 所以这个红色的花朵就是变成为 你的所缘缘 你的所缘是什么 我的所缘是花 花是不仅仅是我的所缘 还是我收到它的咒缘 我就变成为显现红色的一个眼色 眼色知道吧 就这个 那你听到声音的时候 那我们听到了什么声音 比如说乐器的声音也好 人家歌唱的声音也好 鸟类叫声的声音也好 大自然的风声也好 如果你耳式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时候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听到了一个鼓声 敲鼓的声音 当下就产生了一个 听到鼓声的一个儿式出现了 那这个鼓声是它的所缘 所缘知道吧 而当时儿式的所缘是什么鼓声 而且鼓声饶意到它 它显现为鼓声的一个儿式 这个还是等一下我们就 后面按照顺序来就解释 这个是很有趣的 知道吧 这个分析就是过去的大臣 就是阿舍利他们 印度的哲学家 其实佛教的哲学家 阿舍利他们判断的是太厉害了 真的很厉害 好 那我们就是实识嘛 你看眼耳鼻 闻到香味的时候 你有闻到什么样的香味 错味吗 香味等等 知道吧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闻到香味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你闻到了一个臭豆腐的味道 香味知道吧 你闻到了臭豆腐的味 那个香味的时候 这个香味是 臭豆腐的香味是 当时你的鼻声的所缘 知道吧 由它来产生了一个闻到 臭豆腐香味的一个鼻声就出现了 你看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没有臭豆腐的话 就不会产生了闻到臭豆腐的鼻声 不会啊 所以它就是饶育到你的鼻声 产生了一种闻到臭豆腐的鼻声 所以它就是第二个加了一个缘的原因 是居声助缘 第一个所缘是当中有名词 所缘是六世的所缘也有不同的 掩饰的所缘一般来讲色处 而世的所缘来讲的话深处 彼世的所缘来讲的话相处 始世的所缘来讲的话是畏处 深世的所缘来讲它是一个处处 一世的所缘就更广泛的 知道吧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那再来所缘当中 下部派他们承许了 所缘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不仅仅是你的所缘 由于它来饶育到你的各种的 言而鼻声的那个是 它便成为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形象的相分者 形象 知道吧 像 就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那这个相分或者形象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个是在《弥勒此事无略》当中的 《新国专业论》 《新国专业论》当中提到了一个 喪志 讲了喪志 喪志就是机制 道志 骗志 知道吧 喪志 那第四篇当中提到了 喪志的 喪志的 自下与意向 意就是意的意 对 自下就是自己的下 知道吧 自下与智慧的智 比如说 机制的自下 机制的意向 道志的意向 道志的自下 骗志的意向 骗志的自下 骗志的自下 就是类似这样子 骗志的自下的话 这个智慧的自下 代表是心法的意思 骗志的自下的话 除了骗志之外 没有其他的 骗志本身是它 骗志的自下 知道吧 它的意向是什么 它所显现出来的 它所看到的 这些都是它的意向 意向跟自下的差别 那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样的比较好的 比如说一个瓶子 非常漂亮的一个瓶子 古瓶 知道吧 那片亮的一个瓶子 古瓶的话 我们这个是眼睛看到的 知道吧 眼睛一看到的时候 你写写出来一个瓶子 知道吧 写写出瓶子来的时候 那当下的指瓶的掩饰的 志向是谁 指瓶的掩饰 它自己本身是志向的 它的意向是什么 它的意向就是古瓶 古老的瓶子 知道吧 这个古瓶是它的意向 那它有两种的像 一个是志向 一个是意向 知道吧 那一个通俗化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 你所看到 一看到就是瓶子的时候 你显现出一个瓶子来 那瓶子的下有两个 它分开的 瓶子下有两个 一个是存在于你的眼神上面 一个是存在于瓶子 自己的本身上面 那瓶子形象 它存在于自己的瓶子上面的 这个部分的话 叫做瓶子 瓶子的形象 它存在于 指瓶的掩饰上面的 这个像的话 其实它写写出来的一个瓶子的样貌 具有这样的瓶子的样子的形象 所以这个形象就是叫做瓶子 瓶子的像存在于 指瓶炎饰上面的这个像分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 我举例来讲 你先入眼看 专心意地看一个对镜的 前面看了一下 看完之后你闭眼睛 还是这个一想就是显现出来了 知道吧 那之前我看到了一个底片 比如说我们就是拍照的一些古代的底片 底片 底片里面有一个佛的像片 非常漂亮的 你这个底片看了一秒钟 那就是闭眼睛的时候 眼神里面差不多好几分钟 就好漂亮的佛像就是出现了 不是神奇的 但是肯定会佛教分析的有意思的 知道吧 肯定有这个现象存在的 眼神显现出对镜来的时候 形象就是一半是存在于自己的 显现的能力上面 一半是存在于对镜上面 就是这个 好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阶段讲的 所圆圆的地方 我们眼神看到所圆的时候 你受到了如此所圆的自助 帮助 知道吧 就是这个 探了这个 很有意思 所圆圆 它的定义是什么 为左药能直接升 左药能直 直接升起 你看直青色限量的青色相分 为什么后面加了青色相分 青色相分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样的形象 青色的形象就是有具有 你看到青色的时候 岩石也有 它具备了一个显现七色的一个相分 知道吧 这个相分是形象的意思 青色的形象 一半青色的形象 一半青色的形象就存在于青色上面 一半是你的岩石上面 一半是你的岩石上面 青色是岩石才可以看得到的 你看我们青色存在 它引起了直青色的岩石 知道吧 它直接产生了一个主要的 由于它的关心 直接产生了一个直青色的一个限量 这个岩石限量 对岩石限量的 跟限量的话 岩石限量的话 它的形象是一个青色的形象 相分就是这个意思 为止青色限量所远远的形象 你看 所远远 它就是而言 止青色的限量的话 它的所远远的定义就是这个 它有具足这样的能力的话 才可以 叫做一个青色 直青色的限量的所远远 那应该很好 我举例来讲 有了青色 如果我们虾子一个 完全看不到一个 天生的就是看不到任何的 虾子的话 它听到声音 有的声音所远远存在的 由于这个声音的所远远 能不能引起 直接生起直青色的岩石 不可能的吧 对 它有这样的起到作用的 所以呢 大概这样慢慢地去分析一下 好 那我们这个休息一下 好 那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 所远远这个部分 那再来 所远远就是 针对那个 直齿青色的限量来讲的话 它的所远远就是定义的话 主要能直接生起 直齿青色限量的 其实相分 对这个相分就是形象的意思 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吧 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到红色的话 你的眼色 它的显现的相分的话 就是一个红色的 你看到蓝色的时候 直蓝色的眼色的形象 就是有点蓝色的相分 这样子分就可以了 对 好 那再来 所远远的形象 后 为主要能直接生起 直齿青色限量的自胜之相分 对 它这个就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这个是有一点点 自身自相分 对 自身自相分 就是它自己的定义 对 直齿青色限量的自己的定义的话 大概这样子 加了一个自身自相分也可以了 它的那个咒缘 对 直齿青色限量自己的所远远的定义是 但是加了一个自身也可以了 知道吧 就是这个意思 为止青色限量自身所远远的形象 对 就是这个 那其相依容 你看 实力来讲的相依就是实力 实力找个什么 对 如青色 青色的话 它就直青色限量的所远远 就是这个吧 对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你一旦产生了一种直青色的限量的话 它所看到的对境就是青色嘛 青色是它的所远远 而且它指青色限量的相分 形象的相分 形象也是叫做一个青色的相分 对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一个心事上的一个问题吧 所以我们平常没有去探究的话 你是感觉不到的 感受不到的 实际上来讲 实际上来讲 其实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的 确实有这个情况存在的 对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对 经典和论典当中也记载 有些地方说 由于强烈的现实称慧的当下 我们内在的心 掩饰的显现出来的形象就是有点红色的 红 知道吧 红色的 红色的相分嘛 就是这样 这肯定会出现了这样子了 我们就是平常没有研究嘛 对 那不要这样子 简单来讲我们由于一些的外在的物质也好 药物也好 这样子导致还是影响到我们的根式的时候 就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显现 知道吧 但是我们就是被一个人打一巴掌的时候 也是里面出现了很多信心跑出来 就是由于一些的因素导致 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根式的时候 就有些人说错 有的时候没有错 至少 大概就这样 好 那总之 总之而言的话 直接讲到就是说 凡七色 光带 静时之性 静时之性 任何一种 均成为一体 其实这个翻译是 一体是不对的 同指 对 同指 均成为同指 同样的同 指链的 那个体质的指 本质的指 体质 对 皆为止 青色限量的所圆圆 那你看它的意思就是这个 前面我们已经搞定了 青色是不是一个 直青色限量的所圆圆 是吧 那限量不用讲 简单来讲的话 直青色的延时的话 延时的话 它的所圆圆也是青色 知道吧 那限量就是 无有颠倒的 正确的了解青色的延时 延时 对 那所以 七色光带 静时之性 这三个就是分开 静就是一个 时是时间 静是对静 时是时间 自信就是它的体性 对 那前面应该加了一个 于 反视于 轻视 静时 自信 任何一种 对 光带 那个静时 自信 任何一种的话 居为 居成为 同质 就是这个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研究吧 对 青色的话 青色是一个颜色嘛 知道吧 那跟青色 静也好 它的自信体系也好 时间也好 各方面跟青色 均为同质者是谁 这是我跟你们讲 对 因为这个是 这也不能管你们 这个时候有的困难 比如说青色是不是一个 有违法 是吗 青色是不是刹那性 它是无常嘛 好 那青色是无常 有违法 刹那性 那青色它本身是 有违法的部分的话 青色跟青色的有违法 这两个是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禁食 这些都是居同质的 知道吧 那同质的概念 进步跟有步 他们怎么去判定呢 他说 岩石显现青色的同时 也显现了青色的有违法 但是我们当下不能判断说 我显现出来的 青色的有违法 跟青色这两个 我们就是没办法分开 显现出来的 知道吧 把一个限量写些青色的时候 青色跟青色的有违法的书 静上来讲的话 什么时候把它 青色作为一个静的时候 这个限量的对境 青色也是它的对境 青色的有违法也是它的对境 静上面来讲一样的 那你时间上来讲 你什么时候变成为 直青色的限量的对境呢 时间没有先后的 永远都是 直青色的限量 青色就是直青色的限量的对境的时间 青色的有违法也是如此 时间上来讲也是同质的 没有什么先后 什么什么差别的 那自信的角度来看的话 青色的体系也是青色有违法的体系 青色有违法也是青色的体系 没有差别吧 比如说我举例来一下 这个是你们也许这个扛不开了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有点困难 哲学的角度去 没有什么佛教哲学的概念 知道吧 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去考了观察的 比如说我们说 青色的有违法 加了一个德 它的差别法 有违法 知道吧 青色的有违法的话 它青色的有违法 为什么出现呢 青色本身是变化性 所以它称它为就是一个有违法 知道吧 寻找的时候 青色的有违法是什么 除了青色之外 找不到任何一个 另外一个跟它没有关系的一个有违法 找不到的 知道吧 你看我们一样 我们平常讲 我生命的无常 讲话就是这样 生命是无常 生命的无常 这个可以这样的分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理解 认据上来讲 你能理解生命 但不一定理解生命的无常 知道吧 实际的体系上来讲 生命的无常跟生命是同时的 知道吧 你看生命本身是一个变化性 所以生命的无常就是 成它为就是生命的无常 生命的无常也是 本来就是 生命本身是有变化性 它称之为生命的无常 所以这个是静上来讲 时间上来讲 还有它的体系上来 各方面来讲 你光在哪一部分 都是居委 就是都是跟其色 青色是同质的 没有意志的 知道吧 没有差别啊 但是但是我们理解它的时候 一定有差别了 但是实际的情况来讲 这两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知道吧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更深一点 比如说 从中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这些的逻辑几乎都是相同的 中观解释的时候 世俗地跟生命地 基本上来讲同质的 而同体的 知道吧 同质的话 两个都是一定要是有违法 变化性的 同体的话也是 自信是同体 是大概同样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平常讲 心经当中提到的就是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这是主要的大波日经当中提到的 就是 恶地是同体 成立恶地是同体 成立为恶地是同体 知道吧 同样的概念是什么呢 你看啊 色空是怎么去解释的 色本身就是 不是从自发成立的 它光带其他的法而成立的 所以 从自发成立的部分 就空掉了以后 这个空就是 本身是一个色的体型 色本身是一旦是有了色 它就是自信空的 知道吧 那自信 色他自己自信空的原因是什么 色是依赖他法者 他不是从自发成立者 所以色法就是 本身是他的自信就是自信空的 这个色自信空 本身是色的空性啊 那除了色法之外的一个 跟他色法没有关系的 色域没有关系的一个色空是找不到的 知道吧 色域也好 色域空也好 这两个是同体嘛 其实这个概念是比较相似的 就比较好的 所以刚才这个阶段讲的 余青色跟七色 我们相对 静也好 时间也好 体系也好 任何方面都居 平居都是成为一个同志 这样的话都是叫做一个 青色的 直青色限量的所远远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感受不到的是哪一个地方呢 这个是一个 我们也是一看到青色的时候 与此同时 直青色的限量与此同时 能显现青色的有违法 青色的无常 都可以同时能显现出来 但是我们感受不到的 这个只是显现而已 不是说通达的 知道吧 所以一个限量 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同一个世界显现出来 所以呢 显现 同志的显现 没有意志的显现的话 这些都是叫做 光带 尽时 自信任何一种 居成为同志 就是这个意思 那简单来讲的话 青色的有违法 青色的无常 跟青色是完全同志的意思 那这样的话 青色的有违法也是指青色现在的所远远 知道吧 好 那七青色的无常也是 算是直青色 也限量的所远远 那我们就是了解这样的话 我们一直类推 头里肯真 知道吧 你看 而是听到声音的时候 声音的无常 声音的有违法 这些都是指声音的限量的所远远 原因是什么 因为声音的无常 声音的有违法 都是跟声音 对完全是同志的 静方面来讲也是同志 时间来讲也是同志的 或是体系上来讲的话也是同志的 这种的跟声音 静 实 自信 三个方面来讲 居为同志的话 都是变成为直声音的限量的所远远 其实这个肯定会有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跟你们讲 我们也是显现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 而是显现出来声音的时候 有没有显现出声音是更不用说 它指声音的限量 声音显现出来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声音能显现出来 知道吧 那声音的有违法 声音的无常的话 那就有点困难 怎么可能的感觉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而是听到声音与此同时能写些 声音的无常 声音的差异性 声音的有违法都可以写些出来 但是 而是不能判定 说这个是声音的无常 声音的有违法 就不能判定出来 不能分开的写些 它写现声音 等于是它写现为 声音的无常跟声音的有违法 知道吧 所以声音的无常有违法 都是指声音的限量的所远远 知道吧 就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它这些都是一个信念学当中 讲得很清楚的 或者是施量论 法称的施量论当中也是提到非常详细的讲 对 这些都是很好的 大概就这样子 那接下来真上缘 那真上缘是什么呢 为直七色限量主要能直接自在升起 为直七色限量 为直七色限量真上缘的形象 对 那你看直七色限量主要能直接升起 自在升起 是谁 是谁 就是那个 它的真上缘的话 几乎都是这样子 真上缘的话 就是 掩饰的话 掩饰的话 它的真上缘是什么 野根 而饰的话 它的真上缘就是耳根 鼻饰的话 鼻饰的话 它的真上缘是谁 鼻根 使是 使的话 它的真上缘就是使根 甚是的话 它的真上缘生根 义是的话 它的真上缘就是义根 那这样的话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 我们平常讲 以成为自己不共真上缘 野根神起 对原始的我们 原始的定义的时候 以自己不共真上缘 野根神起 好 还有不出乱的两本是什么 原始限量的定义 类似这样子 知道吧 那你看不共真上缘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前五根式来讲 我们就是先我们这样的理解比较好的 不共真上缘 共不共的差别是什么 你看 野根他自己 以成为自己不共真上缘 野根神起 知道吧 他不共真上缘的原因是什么 他没有跟其他的 而是彼是共同的真上缘 知道吧 野事的话 他依靠野根而神起 而不是依靠耳根而神起的 那这样的话 野事也是能产生野事 他不能产生耳事 所以他 野事的不共真上缘 就是一个野根 那耳事的不共真上缘 就是耳根 知道吧 彼是的不共真上缘 野事 彼根 那死事 生事 义事 都有可以加了一个不共真上缘 那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真上缘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看我们这个根真上缘 从真上缘的方面来去看的时候 野根是一个真上缘 他主要直接生起是谁 能生是什么 野事 知道吧 而根的话他主要直接生起着 生起的是什么 而是 笔根的话他主要直接生起是什么 笔是 始根的话始事 生根的话生事 义根的话义事 那你看这样子就一直来推 真上缘就是这个意思 好 好 真上缘 那我们这里讲就是他就舍也 就一个法来讲的话 又就是那个直青色限量的 主要能直接自在生起 其实自在生起就是有强调 他能不能生这个直青色的限量是 全力都在由他来控制的意思 自在的意思 知道吧 他生也可以 他由他来控制 如果他有的话 他就可以生 直接可以生起的 他有这样的能力者 知道吧 那 其相依 好 这个相依就是其是力的意思 好 如 便为这七色 七色跟限量 不共真上缘的 也根即便为 比不共真上缘的意根 对 你看 他这里讲到的就是 直七色限量的话 它不共的真上缘 就是一个也根 知道吧 直七色限量的话 七色是眼色嘛 七色属于是颜色 颜色跟形状是属于是色处 色处的话 它是颜色所远近 它不是而是所闻近的 这是我们一开始色类学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过 这是一定要分析 分析就是这样子非常好 比如说色法的话 康为色色法的定义 色法有分类五种 类似这样子 知道吧 比如说色处 相处 畏处 处处 类似这样我们分类嘛 知道吧 那你看色处的话 唯一的就是 眼视能看到的对境 叫做色处 那色处就是只有眼视 眼视看到的部分的话 颜色跟形状而已 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 虽然身相畏处 都是一个色法 但不属于色处 那你看其他的都是 相处 畏处 处处类似这样夹的 那所以这个阶段讲的实话 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这个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那植青色的限量的话 它的不共增上元就是眼根啊 原因是什么 青色本身是眼色 所谓是色处 植它的限量的话一定是眼视 而不是其他的更是 那所谓的野根 不共增上元是野根 第一个 第一个 为止其色限量增上元的 那个 眼视其 已成为 你比不共增上元 比 应该是这里有 就是应该是 这个是有点错的 应该是比共增上元 一根 类似这样吧 对不对 没有问题 这个是我 下次研究一下 好 反正就是这里 比不共根 共增上元 这意思是什么呢 一根嘛 知道吧 一根的话 一根的话 不是说野根 言士跟意识都共同 依靠他而生的 所以你加了一个共增上元 那如果不共增上元的话 他属于是一根 但是 意识不会依靠他而生的 知道吧 不共的话就是这个 为什么不共 有点困难 对 好 好 那所以 如 对不共增上元的一根 就是这里 那接下来等五间元 那等五间元的话 那等五间元的话 他等五间元就是 未知青色限量 主要集能直接升起 结果 对 结果 结果 对 结果跟因之间 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隔阂 即可 集能直接升起 领受明了至 心事 你看 得五间元的话 一定是心事 这个是不同的 你看等五间元就是一定是心事 平常我们讲 设法 有没有等五间元 没有的 还有不像一系 有没有等五间元 没有的 只有等五间元 有的 有的就是只有 就是心事 心法 知道吧 心法才可以有等五间元 其他设法都不能说 他的等五间元什么什么 这个是错误的 知道吧 就是我们讲我们的生命 它有没有等五间元 没有 好 我们的身体有没有等五间元 没有的 山河大地 外在的山河大地 有没有等五间元 就是没有的 等五间 有了等五间元者 只有心法 没有其他的 大概这样子分就可以了 对 好 等五间元 那你看这里就明显的就是 知青色限量能主要 即能直接升起 领受明了至心事 好 它直接升起就是什么呢 领受明了 领受明了是另外一个说法 比如说 西法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领受明了 好 知道吧 没有其他稀奇的 这个 领受明了就是本身是心法的意思 心 心法 心所也好 心网也好 任何的心法都是叫做领受明了 好 那领受明了至心事 这个心事代表是心法的意思 那你看 直七色限量的等五间元一定是心事 知道吧 那我们任何心所希望它的等五间元都是一个心法 没有设法 没有设法 没有不相应心 没有不相应心 就是这个意思 为止七色限量等五间元的形象 对 它的等五间元的形象 其相应好势力的话是什么呢 为如择青色限量前夜五间所生的 诸以青色的事 这个是其实有一点点 大理说那个进步都有 不过他们这么说的 这是有一点点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你看 它的等五间元的话 直七色限量的前夜就是前刹那 前面 知道吧 念就是一定要想起来 认出来 知道吧 认出来是什么呢 五间所生的注意青色之事 对它想起青色来的这样一个心法 知道吧 直七色限量前刹那 还是会辨认出青色来的一种心法存在的 有了它才能产生直七色的限量 所以它是一个直七色限量的一个等五间元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研究 还没有产生直七色限量之前 有没有注意青色的心事 知道吧 那前面没有注意支持或者注意青色的心事的话 那就是后面不会产生直七色的限量 所以直七色限量前刹那 拥有的注意 拥有的注意 认知 七色的 这样的心事存在 心事存在 所以直七色的限量就会出现了 那所以它就是一个它的等五间元 等五间元 你看这个是等五间元就是什么呢 等五间就是它的指示前刹那 知道吧 等五间元跟它的结果之间 没有任何其他的艺术隔阂情况下 这个等五间元直接生起 其色的任何的心法 等五间就是一根结果中间没有隔阂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其实这个我们 以逻辑来推理或者其他的一个人的经历来去判断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意思存在的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们对一个某某人 强烈地生起了一个称慧的时候 但是称慧他的形象都是一个 他形象都是不悦意的 不好的知道吧 不悦意的 他看到什么 都有一点不悦意的 类似这种形象者 那他的等五间元的话 前面一定要有类似这种形象者的心就存在的 知道吧 称慧的等五间元 你还没有称慧强烈的陷阱之前 前车那 那个时候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愿意对境者 新业 心法就会有了 所以呢 引起了这个称慧 他是等五间元嘛 对 大概就是这样 就推理思维一下 好 那总之 总而言之的话 他这里讲到说 反是更是 皆由而至三元 这个三元是什么呢 他说的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心法的话 更是的话 更是是什么 更是只有五更是 五更是就是 眼、耳、鼻、舌、身 五更是 五更是的话 一定必须要有三元 四元当中三元是什么 其实归纳为三元当中 比如说 所圆圆 真上圆 还有就是一个等五间元 对 任何的更是 都有这三个元就存在的 就是这个意思 好 皆由三元 反是是 皆由而至等五间元 即真上圆 那反是是的话 这个是就是 这个不是一个希望的意思 平常古代的翻译就是 是的话 它是一个希望 但是确实这个是一个翻译的关系 是的话 我们前面加了一个心事 心法的意思 对 对 反是心事 皆由恶之等五间元 而的等五间元 即真上圆 对 他的等五间元跟真上圆 必须要是 必须要有的 必须要有的 那反是更是 皆由而的 皆由便为而至 不共正上圆 不共正上圆的有色根 那他再来讲就是根据 如量量经当中提到的什么呢 一根说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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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呢 依靠根说谜比 说谜比 说谜比 比这个名字 比这个名字 名字是什么 哪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那个 根氏啊 眼氏啊 耳氏啊 类似这样的名字是怎么出来的 眼氏就是依靠野根而产生者 所以他 称他为就是眼氏 耳氏是怎么称呼的 依靠耳根而产生者 所以他就称呼耳氏 他的根据就是 一根说谜比 笔谜的意思是什么呢 依靠各个的不同的根氏 所产生的氏 称他为不同的名字 比如说一般根氏是共同的 不共的是什么呢 眼氏 耳氏 彼氏 始氏 甚氏 类似这些都是依靠根而产生者 所以呢 取了一个这个名 大概就这个 好 好 那我们还是休息一下 那我们刚才 反氏更氏 兼有恶之三元 总是讲好了吧 那反氏是 反氏心法 兼有恶之等 等五间元 即正善元 反氏根氏 兼有恶之不共真善元的 由色根 你看这里讲到就是 根氏的话 它的不共真善元 一定有根色嘛 色根嘛 对不对 那色根一根 正是一定要分开的 原因是什么 它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一个人 具备了六世 知道吧 六世心往 那心所是无量的 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心往的部分的话 佛教 主要的所承许的就是 八世及六世 两个 那承认八世者 就是为世派 知道吧 为世总 他们承认了八世 那除了这个之外 所有佛教 共同所承许的六世希望 只有六世 没有八世 知道吧 为世他就是 所共同所承许的六世上面 加了 莫拉与世跟阿勒拉与世 总共有八世嘛 那我们不可以平常讲说 比如说你就是 看了一个中观的论点 那你讲的就是 阿勒拉与世什么莫拉与世的话 这是非常触悟的概念 那进步有步的立场来去 就是你谈了阿勒拉与世 莫拉与世的话 这个也是不对的 讲了莫拉与世跟阿勒拉与世 讲法者 说综艺者当中只有为世 没有其他的宗派 知道吧 这个人我们要知道 那所以现在就是你看 既步有步的立场来去讲的话 他只有讲六世 那中观的立场来讲的话 是只有六世 平常我们播的星期当中 你看我们 言而彼时是一六世 他不讲是八世 这是很明显的 那承认阿勒拉与世 那承认阿勒拉与世 这种承认者是谁 为世 对 这个是一定要讲清楚 就是这个 那所以 根式跟意识的差别 这里讲到的就是说 你看为什么根式是一个色根呢 但是色法就是我们共同 比较可靠性的角度来去推理的话 思维的话 围成知道吧 物质 围成所构成的 这种叫做一个色法 色根的话 你看我们 言而彼时 身 五根都是色法 野根也是色法 耳根也是色法 使根也是色法 彼根也是色法 身根也是色法 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 道理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依靠自己不共在善缘 色根生气的心 它有的时候 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治疗的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举例来讲 有的时候我们是金色 有的时候我没有老好野 有的时候我金光野 知道吧 等等这样的问题的出现的时候 也是看不清楚的 看不清楚的 现在就是透由科学的 医学的角度来去治疗的时候 你看脸色还有手术 还有药物来治疗 奇怪 眼视就是看不清楚 现在就恢复正常的 正是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眼视 只要依靠色根而生气之一 知道吧 它的主要的不共在善缘 就是一个色根色法 眼视它自己本身是没有受到这样的外在物质的干扰 知道吧 但是它主要它的基础 色根受到外在的外侵 还有一些的怂恿的时候 它有受到损害的时候 依靠它而成生的 也是会有影响 受到影响 知道吧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这样比较适合 我们脑子里面想出来的时候 你今天就买了一个灯泡 知道吧 灯泡就是比较干净的时候 电流的时候 它就亮起来的时候 灯泡就是没有什么污垢的话 它亮的比较清净的 比较亮的 灯泡上面有一点污垢的时候 电流是一样的 但是亮是没有那么 光是没有光照的 没有那么亮的 这是灯泡的色法 上面有就是一些的污垢存在 所以它就是里面的电流 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电流就像如 就是我们的岩石一般的 灯泡跟灯泡里面的一些的 正附近的那种的电线的 碰坐的地方的话 就像是我们的神经 知道吧 主要的这个 这个依靠它而存在的这个 心事的话 演示的话 它本身是一个心法 知道吧 但是它的根有问题出现的时候 影响到它 就这个 大概就这个 所以我们平常 眼睛看不清楚 还有就是耳视听不太清楚 听力有问题 还有就是 那个 史诗延伸一些的 嗅觉 还有就是一个 领受滋味的部分 就是有点衰退的时候 还是我们可以 要我来治疗的 为什么 他们都是一定 他们的不共在上缘是色根 他受到影响的时候 这个影响到这个心事 色根就是这个 那一根的话 跟不一样的 一根本身是不是色法的 知道吧 千五根色 你看千五根色的话 千五根的话 都是属于色法 第六根的话 它是一个心法 知道吧 那第六根的话 它是一个心法的时候 那就问题来了 你看我们的 所有的烦恼 颠倒的思想 欲望 坦全其没有任何等等的烦恼 道次第 等等这些的道次第 都是属于是意识 依靠一根而生起者 这些都是 不是依靠色根而生起者 那你看我们的痛苦 寡爱忧愁 知道吧 这些都是依靠着 一根而生起者 一根本身不是色法 它也是心法 那它又受一些的外在的 所所拥干扰 左右的时候 那其他的物色法的一些的 物理的方式来 没办法治疗它的 它的主要的关键就是这个吧 那你看我们平常讲的 是智商辅导 知道吧 所以 一定要心理学的角度来去 就是引导它 或者是安慰它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其他的方法的 那所以你看 意识跟根识这两个的 不共正善与不同 所以我们就是受了它们影响的时候 我们治疗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就是思想上 有些人就是一想到 就负面的方向去思想了 其实你往负面的方向去思想的时候 马上就受到打击了 心里就不愉快的 知道吧 那你不愉快的事情是由自己来制造出来的 正是一个思想上搅动不同 所以引起了你的不同的一个意识的感受 知道吧 其实非常好的 其实世上武力佛也提到的 就是中习无常 我们修行上用了这个道理 用了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觉得更好的 比如说我们平常讲就是有点痛苦的时候 谁也不想理受疫苗中的痛苦 这个谁都不想 但是你远离这个痛苦是困难的 就没办法离开的 那这个山上有出了一些毛病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联想到一定要看医生 体检 知道吧 治疗 要我来治疗 但是一旦心情不好的话 我们也就是已经全忘了 我要不要去看医生 我心情不好 应该是大部分人不会有这么认为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 大家大概就知道 这是这两个用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你睡觉 知道吧 这个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吧 那所以这个义根跟色根的区别 依靠他而产生的心事有区别的 知道吧 那我们说我们就是如何去治疗自己的第六识呢 那你看内心产生了一种苦恼 乖忧愁的时候 其实这个好的方向去思维就可以解决的 根本不需要治疗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 一旦想了一些负面的时候 心里就非常的困苦 知道吧 压力很大的感觉 那用另外一个角度 然后往好的方向去思维一下 哎 减轻了 你干嘛 这个征兆就出来了 四尊讲的诸习无常都有改变的 不是有核心的 这个一方面来讲 可以说是一个鼓励大家 你们不用怕了 知道吧 诸习无常 所有的万法都是变化性的 这个变化性不是自动的 这个都是一个被动的 由于什么样的艺术 由于什么样的其他的法来可以轨动 它就移动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兴起不好意思 有违法 变化性的 它不是说今天不开心 永远都不开心 如果它是一个常驻 常法有何行的话 你想要改变它也是改变不了的 你敢想改变这个虚空 你改变得了吗 谁改变 没办法 谁也没办法改变的 除了这个之后 三号大地都有可以改变的 包括我们的 甚至我们的心 知道吧 那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快乐幸福的时候 那内心如何去想 才能够得到快乐幸福 这是我们个人去研究 其实过去导师释迦牟尼佛也好 那个 陈世哲 纳莱托的阿舍林们 他们已经 制定下来的这些的我们 每个中生寻找这个快乐的大道方法 是最佳的 确实如此的 知道吧 尽量去玩好凑想 不要小提大众 知道吧 不要动不动就恼羞承诺 一定要时时刻刻地告诉自己 提醒自己 警惕自己的话 那这样的忍受过程 就它是一个一旦产生了痛苦的话 不需要那么恐惧 你想一想 就是可以改变它 那你看入菩萨行论当中 这书几年报上也告诉我们 越串行越习惯是有违法的本质 本体 越串行越不能改变 就是一个变成常法了 如果你当那里头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不要痛苦 不要难过 想尽办法去改变它 能改变的话 你改观论地干嘛 知道吧 你痛苦干嘛 就可以改变它就可以了 谁也无法改变的事情 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 你担心没有用了 你就贪然面对就好了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圣教 知道吧 教育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去运用 尽量运用的话 其实我相信过生活当中 每人人都有得到 有快乐的生活 知道吧 没什么大问题的 就是这个 好 那色根跟异根的差别 如链经 那如链经就是一样的 这个经 它说 亦根说笔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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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亦是 皆有便为 而得不共正善缘 亦根如量金鱼 是色一二相 你看 是本身是 亦是跟更是有两种 那亦是跟更是两种 就是他们依靠着色根根 还有就是依靠非色根二相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看这样分开的话 它就根据量金当中提到的记载 就是说 我们的事业 西法有两个 根是西法 跟亦根西法有两个 这是量金当中提到说 事是代表是心事 一些心事依靠色根而生起者 一些依靠着亦根而生起者 就是这个意思 未言及亦根 你看这里讲 即如亦文中所说的 亦亦根 及此文亦成立上 上述亦 那再来讲国分为 那我们国的部分了 一远大概就是 之中的部分已经讲好了 那再来谈了一个国的部分 好 那我今天我们上课到此为止 国的部分 下次讲 好 回想一下 高兴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